人生中需要多少磨练才能让一个顽固子弟改席归正 大家好 我是怪叔叔家的怪小弟 请你小弟给大家讲一部 富豪被考验自己的孙子 断其所有经济来源 只有完成一系列任务后 才能得到一笔巨额遗产的电影超级礼物 故事开始 亿万富翁在这天不幸去世 所有人都来参加他的葬礼 然而这群子女并没有为自己父亲去世感到多大的悲伤 而是等着瓜分富豪留下的亿万资产 大家满怀期待等待富豪的朋友老黑宣布遗产分配问题 但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富豪并没有将遗产分配给子女儿 而是保留他们现有的产业 听完这些话的子女们一个个愤人离去 并不想在这里多停留一刻 等众人走后 老黑却将富豪的孙子杰森留下 他打开一个箱子播放了一段视频给杰森看 爷爷觉得自己亏欠杰森太多 因为杰森父亲的死和富豪脱不了关系 杰森也一直因为这件事久久不能原谅自己的爷爷 为了弥补这一切 爷爷打算死后给杰森一份超级礼物 不过在此之前 他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任务 才能得到这个超级礼物 如果任务失败了 杰森什么也得不到 而他做的这一切任务 必须要老黑满意才算过关 秘书拿给了杰森一个通讯器 老黑也给杰森颁布了第一个任务 那就是明早七点前往休斯顿 杰森听完起身准备离开 因为他并不想完成爷爷给了什么任务 杰森回到家后找到女友 将这件事讲述给女友听 女友觉得杰森得去看看 说不定能得到什么不一样的惊喜 经过女友的诱导 到了第二天早晨 杰森骑着摩托准时的来到飞机场 习惯坐头等舱的杰森 没想到的是老黑给杰森办理的 却是一个经济舱的座位 无可奈何 他只能硬着头皮坐到经济舱里 到达目的地后来借他的是 爷爷的好友格斯 他打扮着一身牛仔装 带着杰森就先回到住所中 等到了第二天天当亮 格斯就来叫杰森起床 见喊叫无果 格斯直接拿来一根电棍 将熟睡中的杰森击醒 没一会儿他们来到了农场里 格斯教杰森如何打庄干活 随后就自顾自地离开了 杰森也并没有按照格斯所说的去做 闲来乌室的他 在这里浑浑噩噩地过了好几天 最终忍受不住这样消磨时光的日子 开始认真地打起了庄 很快一个月过去了 格斯见到杰森 能将庄做的笔直而又牢固 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 就把他送到机场 让他坐飞机回家 杰森下车后 询问格斯要礼物 但格斯并没有说话 而是笑而不语 杰森回到家中很失气愤 对着老黑说 不愿再玩下去了 然而游戏刚开始 哪有那么简单结束 等他回到家中 发现自己家空空如也 就连直接停在楼下的跑车也被拖走 无奈之下 杰森只能继续做下一个任务 在第二任务中 是让他体验一个月穷人的生活 并且在贫穷的生活中 找到一位知情朋友 杰森觉得这件事很容易 带着女友来到高级餐厅用餐 没想到在结账时 杰森才发现 自己的卡已经被冻结 想让女友先付一下账 女友见到现在杰森身无分文 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 继续去勾搭别的富豪 连朋友们也都开始回避杰森 流落街头的杰森 只能和流浪汉 抢公园的长椅睡觉 这天杰森在公园里 遇到了一对母女 女孩艾米丽将自己的食物 分给了杰森一起享用 杰森也把自己所遭遇的事情 和他们母女两人分享 在得知这件事后 艾米丽选择帮助杰森 就这样杰森回去向老黑交差 顺利完成第二轮的任务考验 老黑什么也没说 给了杰森一笔钱 杰森以为这就是自己 梦寐以求的超级礼物 没想到居然是自己在农场 干了一个月的报酬 在闲逛的时候 杰森遇到流浪汉偷走了艾米丽母亲的包 杰森拿起包立马起身 想将包拿到艾米丽母亲手上 可按照上面的地址 他来到医院里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艾米丽患有严重的白血病 杰森拿出自己在老黑那里获得的报酬 先将艾米丽母亲拖欠的房租交亲 帮他一起共同渡过难关 逐渐地接触下艾米丽的母亲 也对杰森产生了些许的好感 没多久 老黑又给他分配新的任务 那就是让他到越南管理爷爷生前建设的图书馆 在那里也是父亲离世的地方 在他犹豫之际 艾米丽鼓励他去 杰森听从了艾米丽的话 并表示会回来陪伴他一起过圣诞节 就这样杰森来到了越南 此时的他已经能静下心来整理图书馆中的书籍 在时间的打磨下 他已经不是以前的顽固子弟 能在那里和当地人用着简单而朴素的食物 不过在这里他最想知道的还是自己父亲的死因 在当地向导的陪同下 杰森很快就来到父亲失事的地方 向导也向杰森说出了自己父亲的死因 原来杰森的父亲厌倦了生意 想悄悄离开这里 没想到坐上飞机不幸遇难了 当杰森了解完这一切后 被一伙强盗打劫 杰森被关在一间房子里 在紧锁的房间中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为了答应艾米丽 圣诞节能回去陪他 杰森趁着强盗松懈时逃了出来 他也如实守约的 回来给艾米丽一个完整的圣诞节 艾米丽看着自己的母亲 与杰森感情越来越好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其实艾米丽并不喜欢骑马 只不过是为了能帮助妈妈 完成心愿 找到自己的依靠 回到家中 艾米丽和杰森坐在一起 在灵魂深处的交谈 杰森似乎明白了 自己可以通过努力 帮助别人实现梦想 回国后 老黑给了杰森一笔赞助金 他打算用这笔钱 建设一座艾米丽之家 帮助那些跟病魔做斗争的家庭 可艾米丽还没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就离开了人世 没能看到这一切 为了能够尽早帮助他们那些 需要帮助的家庭 杰森提前破土动工 老黑看到这一切很欣慰 同时他也完成了爷爷给的任务 获得那份超级礼物 那便是爷爷生前留下 价值二十多亿的美金 在故事的最后 艾米丽的母亲和杰森 坐在那第一次相见的公园长椅上 两人深情的拥吻起来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 懂得学会担当和责任 要学会奉献 有钱的时候 你或许忘了 你还有颗充满爱的心 但在你贫穷的时候 也别忘了 你还有颗强大而温暖的心 好了 今天的电影推荐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那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